男人将挖出来的烈士头骨挂起 随后举枪瞄准 打算用他来试试枪法 一旁的眼睛瞒看不下去 直接出手阻止了男人 这四个年轻人是专挖二战遗址的盗墓贼 将墓穴里发现的物品高价放到网上转卖 带头的安德烈更是一名历史系的高材生 每次都能带着小队找到合适的目标 这天几人正在空地上寻找墓穴 却突然发现了一处被掩埋多年的指挥所 里面的物品保存的还算完整 他们将里面的东西都搜刮一空后 便来到外面喝酒庆祝 可突然一个老奶奶过来找到了他们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却像是十分熟悉一般跟他们打着招呼 不仅给他们带来了可口的牛奶 还拜托几人帮他们找到在这里失踪的儿子 几人显得一头雾水 等到老奶奶走后 安德烈随手拿出几本证件 想要查看一下战果 可打开一看他就傻眼了 士兵镇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就连照片都和自己一样 几人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觉得他们肯定是喝多了酒出现幻觉 于是便想到旁边的河里冲的凉清醒一下 可几人刚跳入河中 周边的水就开始沸腾 时不时还有子弹和炮弹在身边划过 几人赶紧浮出水面 冒着炮火急忙来到岸边 结果刚刚上岸就被人按倒在地 身边出现了一群二战时的苏联士兵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穿越到了1942年的苏德战场 他们不断解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可士兵根本不相信他们 于是便将几人以间谍的身份带回营地时问 长官觉得他们很可能是逃兵 随即便想把他们军阀处置 安德烈率先看清现状 向长官解释他们来自2002年的俄罗斯 这时一名士兵突然赶到 将在湖边发现的士兵正送到了长官面前 长官打开一看发现几人居然是赶死他们的士兵 于是便决定将几人留下 送到老兵的队伍下馆里 老兵为几人找来了几身军服 随即便开始了他们的战场生涯 但几人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回到未来 就在几人围在一起商量对策的时候 老兵突然叫来一名军医要给他们检查一下身体情况 四人看到漂亮的军医尼娜 一瞬间就把回去的事情抛住脑后 结果还没等他们开口介绍自己 一枚炮弹就突然起来 几人被吓得连忙握倒在地 其他人却纷纷拿起武器阻挡德军的步伐 就连尼娜都不顾危险爬出战壕 在子弹横飞的战场中央抢救伤员 安德烈虽然被吓得战斗站不稳 但还是强忍着恐惧爬出战壕帮助尼娜 最终德军被苏军成功击退 几人也知道他们暂时回不去了 只能留在这里继续参加战斗 几个小伙意外穿越到了二战时期 面对德军的审讯 精通历史的安德烈准确地说出了眼前这个上校的名字 就连德军的战败和希特勒的自杀也一并说了出来 上校原本对他说的话半信半疑 随即又问安德烈战胜国都有谁 结果听到其中出现了法国之后上校勃然大怒 此话一出上校对他们完全失去了信任 认为他们只是不想被枪毙在胡言乱语 随即便决定将几人先行关押起来 明天就把他们送到集中营 就在几天之前 他们跟随老兵来到德军营地执行侦查任务 老兵熟练地用钳子剪开铁丝网 随后让他们先钻进去 但其中一人不慎被铁丝网勾住 慌乱中弄响了铁丝网上挂着的铁罐 危机时刻老兵及时抓住铁丝网 强忍着剧痛让他们不要紧张 这才避免了被德军发现 可就在抓捕舌头的过程中 几人忘了堵住哨兵的嘴巴 发出的动静很快引起了其他德军的关注 整个营地的德军都朝着这边围了过来 四人见状慌忙带着俘虏撤退 结果德军还是很快就追了上来 老兵为了让几人安全逃跑 决定自己留下来断红 安德烈不忍心丢下老兵一个人 结果却被老兵一把丢了出去 最后时刻他问安德烈 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老兵凭借一己之力将德军牢牢挡住 德军舰无法突破便搬出了排击炮 一发炮弹精准地命中了老兵所在的弹坑 尽管老兵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但还是没能挡住德军前进的步伐 几人带着俘虏在林中跑了整整一夜 结果还是在清晨时分被德军抓住 与他们关押在一起的还有一名苏联士兵 尽管已经被德军折磨的遍体银上 但他依然没有透露半点星星 偶然中他们发现 眼前的这个人居然就是那个老奶奶的儿子 他们想带着士兵一同逃跑 可其实他早就挖好了一个逃跑的暗道 只不过他的双腿已经被打断 于是他决定将逃跑的机会留给他们 趁着深夜 几人顺着暗道悄悄来到了外面 随后一路狂奔才跑回了营地 长官告诉他们德军马上就要发动进攻 在见识到了这么多的苦难和牺牲之后 几人现在也明白了前辈们的艰辛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能够返回未来 但他们还是决定先打完眼前这场 苏军士兵高喊着昂扬的口号 不畏生死地冲向面前来袭的德军 惨烈无比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也终于打响 炮弹不断在人群之中爆炸 几人虽然有了报效祖国的决心 但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 他们只能盲目地跟着队伍充分 刚刚还带领众人冲锋的阵尾 下一秒就被子弹击中 女军因妮娜不顾外面纷飞的战火 冒险翻出战壕将阵尾抬了回来 其他的几名士兵健壮上来帮忙 想将阵尾抬回指挥所 安德烈远远看着这一幕瞬间明白了一切 原来那个指挥所就是他们在未来发现的那个 而里面发现的事还正是他最爱的妮娜 安德烈朝他们大喊让他们不要进去 可战场中肆意横飞的枪炮遮挡住了他的全部声音 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炸死在自己眼前 一个又一个人的相继等下 此刻的安德烈终于明白了战争的残忍 也知道了他们在以后每天过得幸福生 究竟经历了多少心酸和眼泪 看着面前肆意昏吐火石的德军雕壕 安德烈这一次不再浅了 冒着必死的决心爬上敌人的雕壕 一发手雷结束掉他的喧嚣 德军的火力也被打掉 苏军士兵健壮也发起了冲锋 双方短兵相接开始了彩虐的肉体 可就在这个过程中 眼镜不幸被德军的子弹击中 看着危在旦夕的好友 能保住他的唯一办法就是穿越回未来 于是他们疯了一般的朝湖边跑去 猛地朝里面纵身一跃 等再次浮出水面 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熟悉的景象 他们终于返回了2002年 几人开怀大笑 可没过多久就变了脸色 他们意识到自己以前做的事 是有多么的奢不奢 一向崇拜希特勒的寸头男 来到河边捡起一块石头 硬生生将胳膊上的腕子纹身磨成伤疤 安德烈静静看着那个湖面 无数烈士的辉煌与血肉都被深埋在了那里